早晨,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始直击 今早我们有红艺资本格投资总监李习明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Alan,今早大市有什么资料? 早晨,今早大市昨天就穿了17,500 下一步就看16,800最后的位置 当然我想今天普遍来说都是偏淡的 始终开始就没有不随 另外可能要等多个人礼拜 下个最下个礼拜后再回来 其实才会有下一步的想法 是的,16,800这个水平的理解是怎么来的 Alan稍后就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低利价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市况 美股向下价导致一度跌超过400点 美国联储局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未除 加上有联储局官员发表英派言论 令市场忧虑 储局或会实施长期的紧缩货币政策 美股低开后持续向下价 导致收市跌388点 收报33,618点 跌幅1.1 标指跌63点 报4,273点 纳指跌200点 收报13,063点 跌幅1.5 立志金融中国指数跌0.8 欧洲股市要个别发展 英国股市靠韻 焦点美股方面 科技股普遍向下 欧盟报告指出 Tesla可能受惠中国补贴 股价一度热掉 切割2% 收市跌大约1% 苹果股价跌2% Amazon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提出反垄断的诉讼 指控公司凭住自身的市场地位 违反反垄断法 股价急跌4% NVIDIA也要向下 以预计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的收市各别发展 京东和美团都比本港收市高 腾讯失手300元 ADR截合299.06 汇空给本港收市高 截合60.96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高 看下亚太区股市最新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跟随美股向下 跌1% 跌323点 最新报31,991点 首义终合指数跌8点 2,454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3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0.6% 跌73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还未升10点 稍后对原判 会和大家继续跟进注 跟Alan聊聊外围的情况 昨天其实出了一些数据 数据都不是很理想的 先说两个数据 第一商务部说了 8月份新屋销售跌8.7% 截合年率是67万5千间 这个数据是五个月以来的新低 新屋销售第一个数据差过市场预期 第二个就是9月经济资商会的消费者 信心指数 又跌到四个月以来的低位 主要受到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恶化的影响 不过对市场最大影响都是一些言论的 摩根大通计的 Jayme Diamond 行政总裁 说到联储局可能需要进一步 去大幅加息去应对通胀 最坏的情况 他就说到可能会加息去到7厘 而经济就会陷入一个滞胀 他们就跟客户说了 最坏的情况有机会出现 要为此就作出准备 他说由5厘升到7厘这个过程 就会比由3厘升到5厘更加痛苦 全球市场其实仍然是未做好准备去应对 现在看到的利率期货市场就显示 市场主流仍然是觉得 其实明年7月开始是会减息的 但Jayme Diamond 就觉得 不减之余还会加到7厘 好 你认不认同他的看法 有机会加到7厘去抗击这个通胀 我想就纯粹一个机率问题 现在主流我都相信大机率的情况 或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 都应该是今年剩下一次的加息机会 明年年中之后可能会出现减息 减一次或者次减两次 这个假设基于通胀 仍然维持一个温和的水平 但是通胀有什么机会 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 或者是超预期的上升 因为你看到之前加息的时候 通胀好像已经压下来 尤其是如果你看到6月份 或7月份的数据的话 其实通胀已经回到 一个接近合理的水平 而且下降的速度会加快 但是去到8月的CPI的时候 忽然间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完全是由油价所带动的 因为油价升了上去之后 带动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 虽然你说美国的 如果你说在CPI成分里面 直接受油价影响 可能是成品油的销售 成品油大概和油价的敏感度 就有50%左右 如果油价升20%的话 成品油可能会升16%左右 这个贡献的CPI大概是3% 之后贡献的CPI 虽然成品油大概是占CPI里面的3% 所以如果成品油升10%的话 大概对于CPI的贡献是0.3% 这个应该是8月份发生的情况 不过除了这个直接的影响之外 其实会有些间接的影响 因为油价上升 成品油上升 会导致美国整个出行交通的成本都会上涨 例如货车的货人成本会上升 然后航空交通机票同样会加上升 所以油价上升 对于CPI的影响应该是3%的升幅 普遍可能是5-10%左右 所以关键就是在油价的角度 油价曾经在年初开始 一个很明显的回落趋势 最低的话 你看到博兰特跌至接近80美元附近的位置 现在上升90几 原因就是你看到俄罗斯也好 或者沙特也好 其实就很坚决地在减产去投入价格 现在美国对这方面都没有负 之前它可以透过释出一个战略石油储备 去平衡油价格 但是战略石油储备 如果你看到ERA的数据 现在已经是跌到40年以来的低位 已经回到1983年的水平 距离正常的水平已经跌了六成 所以你进一步释出石油储备的空间是有限的 美国现在除了透过政治手段 例如逼沙特或者其他产业国增产 你没有办法可以去提高的供应 去平衡油价 如果油价真的再次出现一个失控的上升 好像2021年的情况的话 我想通胀其实真的有机会是 例如上回5或者6这些位置 如果真的上回5和6 我想现在这个加息的预期 应该要出现一个很大的调整 因为如果你的CPI真的上回6这些位置 我想有机会 其实中益利率可能会加到5.75至6厘之间 那是不是去到7厘这么夸张呢 因为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决心 因为联储备由3厘加到5厘 其实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 因为3厘加到5厘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发生了美国确定性银行爆布的事件 的确是JP Morgan CEO的说法是对的 就是5至7厘 大家所承受的痛苦程度 是远大于3至5厘的升幅 3至5厘的时候 已经爆了一批的区域性质量 如果5至7厘是出现的 我想下一个要爆的 或者是最大机会出现风险的 可能就是美国房地产 对了 好 美国房地产也是一个注脚 对美股后市的影响 好 现在看到近日的市况 就是以纳指为例 9月高位其实到现在都跌了一千点 还有9月的高位其实不是今年的高位 就是反弹之后一个小的高峰 但是到目前回了一千点 大家都在这里看 港股就大家有兴趣 最近就是一般 美股其实有些朋友觉得 回到差不多的时候 都是一个吸纳的时机 你的判断是现在是一个调整之后 会再回升 还是一个转世的少头呢 暂时没有办法判断 究竟是一个转世的少头 还是见底之后会回升 但是这一刻我判断 短期就没有这么快的见底 因为现在你看到 整个美国的资本现场 其实是在推出一个更加高的利率 或者是更加长时间的一个高利率的环境 这个是上个星期 就是联储局议息之后才开始慢慢反映 所以我想就未必在几天时间里面 是完全反映出来的 我想需要一两个礼拜时间去消化 包括可能整体货币市场 美金有进一步回升的迹象 可能有机会上到107-108 这些位置 然后国债虽然就 十平期就上了4.56-4.57 短期可能会上回大概4.6-4.8 这个水平 因为的确的终极利率 现在开始有少少的调整 尤其是对于2024和2025 那个终极利率 其实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 那里是多了0.5厘的 如果是2024和25年多了0.5厘的话 你反映在十平期国债来说 应该比之前多了0.3-0.4 这个合理的反映 如果你国债升 然后美元强的话 你相应股市 我又觉得调整幅度似乎又未够 是 我想在下一步来说 可能都要穿一穿万三 穿一穿万四这些位置 然后再看看下一步的做法 至于是否完全转小 那的确是大家看着油价 和看着通胀的反映 究竟是如何 是的 我想油价其实现在都很难判断去见顶尾 所以后续怎么走 就会一步一步影响着不同的数据 所以联储局的行动 他都说要看着数据 是 我想如果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干预 或者沙特和俄罗斯坚持继续减产下去的话 油价的确是有比较大上升的动力 是 除非去到一个点就是油价真的贵到 这个需求会受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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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人 是 嗯 有 都是 已经 像 般 该 essays 做 イ ? 票